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9月上旬公布了最新营收报告,8月合并营收约为3357.72亿元新台币,较前月增加了3.9%,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3.8%, 创单月历史次高,以及历年同期新高,表明全球对尖端AI晶片的需求持续增长。 台积电累计2025年1至8月,营收约为2兆4,319.83亿元新台币,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7.1%。 台积电是后ChatGPT时代人工智慧热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为它在挥达加速器的生产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台积电作为全球最大的最先进晶片生产商,其恐怖产能为苹果公司的iPhone提供大量晶片。 人工智慧的持续增长让投资者更加相信,未来几年人工智慧之初将持续增长,这得益于该技术的广泛应用。 月前,甲骨文公司Oracle也公布了积极的云业务前景,激发了人们对人工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加速的希望,其股价飙升至历史新高。 另外,普通公司股价也随之上涨。 此前有报道称,该公司已获得与OpenAI联合开发的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晶片订单。 不过,台积电近期遭遇来自美国的重大挑战。 美国政府宣布撤销台积电南京厂Five16的Viu快速通关出口许可,Berified End User,这一决定预计将在2025年12月底生效。 Viu许可是美国为特定企业设定的一种出口便利措施,允许受控技术设备快速通关,以维持供应链顺畅。 此前,台积电、三星、SK海力士与英特尔等企业曾获得这一特别豁免。 自2022年起,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出口实行严格限制,此次撤销豁免被视为政策进一步收紧的讯号。 失去Viu许可后,台积电向南京厂运送美国来源的半导体设备将需要逐按申请许可,预计将增加设备进口的不确定性与时间成本。 根据麦格里分析师的最新研究报告,台积电在获取晶圆制造设备方面将面临更大困难。 若许可证批准延迟,晶圆厂可能会面临设备短缺,这可能在几个月内干扰其营运。 然而,南京厂的产能在台积电总产能中占比较小,因此长期影响相对有限。 消息曝光后,美国半导体设备类股,股价一度下跌,市场对设备出口管制升级,表示担忧。 业内人士表示,南京厂约占台积电总产能的3%,短期影响有限,对台湾整体半导体竞争力影响也较低。 与此同时,台积电也已确认将在两年内退出氮化加GAN代工业务,关闭位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6英寸FAB2静圆厂。 此外,该公司预计将整合其3座8英寸静圆厂,FAB3、FAB5和FAB8,并将最多30%的员工重新部署至南部科学园区STSP和高雄的工厂,以弥补劳动力短缺,降低成本并优化资产利用率。 这也是台积电自2025年初启动旧厂精简计划以来的重要一步。 随着向2奈米以下工艺生产,迈进并扩展CO-S封装技术,台积电自2025年初以来一直在精简九晶圆厂。 台积电已向世界先进VIS和恩智浦半导体在新加坡的合资企业VSMC出售价值7100万至7300万美元的设备。 目前正准备进一步整合其位于新竹的6英寸和8英寸晶圆厂。 据Tech Insights称,瑞萨电子已与Poller半导体合作开发下一代地形氮化家,而中国企业正在加速氮化家专案。 包括德州仪器和英贝林在内的全球IDM厂商也在扩大内部氮化家产能。 消息人士称,台积电退出氮化家领域凸显了中国竞争对手在第三代半导体市场激烈的价格竞争。 这家6英寸晶圆厂将转向先进封装,重点是Copo S先进封装。 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表示,台积电已为其老厂制定新的规划。 6英寸工厂除了预计将被改造成Copo S面板级封装工厂,而8英寸厂则将承担一项出人意料的新任务,量产自研EUV光照薄膜Pellico,以减少对ASML及其供应链的依赖。 该战略凸显了台积电致力于利用其研发和制造实力,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先进节点的EUV良率。 这不仅巩固了其领先于竞争对手的前沿地位,还可能在更广泛的EUV生态系统中创造对设备和材料的新需求。 由此,台积电新竹科学园区的8英寸5三晶圆厂将经历最重要的变革,成为内部EUV保护膜研发的中心。 过去十年,台积电在先进工艺节点上投入创纪录资金,摇摇领陷于竞争对手。 但随着摩尔定律触及物理极限,单纯依赖资本投入的收益再减弱,同时也意味着强行高投入的优势正在逐渐消退。 EUV曝光技术开启新的工艺节点,虽带来了更小的制程节点,但成本高昂去昂贵的设备支援,ASML EUV曝光机的价格约为1.5亿美元。 而最新的ASML High NA高数值孔径EUV系统的价格超过3.5亿美元,且由ASML垄断。 随着成本不断攀升,台积电已减少且放缓了High NA的订单,并正在探索其他方法来提高EUV良率并控制成本,诸如转而加快薄膜技术布局。 保护膜技术已成为关键。 经过多年的发展,台积电预计将在Five三晶圆厂投产,从而减少对ASML相关供应商的依赖,同时提高良率和成本效益。 与身子外DUV曝光技术不同,EUV需要采用新的眼磨板和保护膜方法。 EUV薄膜是覆盖在光罩上的保护膜,可阻挡颗粒污染,但传统的有机保护膜缺乏EUV所需的透明度和稳定性。 因此,大多数晶圆厂在运行时只能无薄膜生产,需要不断进行检查并更换光罩,增加成本与停机时间。 每个缺陷都会导致昂贵的眼磨板维修或更换,从而减迈生产速度。 总体来看,ASML和其他公司正在进行保护膜研发,但高昂的技术壁垒阻碍了其大规模应用。 台积电认为,保护膜对于7nm以下工艺至关重要,并已加快其内部研发进程。 分析师表示,台积电自有的保护膜将优化工作流程、提高良率、扩大产能并降低成本,从而提升盈利能力并扩大领先地位。 尽管保护膜专利问题仍未解决,但设备和材料供应商可能会受益于台积电转型带来的新基础设施需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